时间故事 一个节目在街边做采访 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男孩 主持人过去问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男孩说可以 你问吧 主持人问男孩你有女朋友吗 男孩笑着点头说有 然后主持人问 那你还记得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吗 男孩说一二年 然后紧接着说了好多和女朋友发生过的趋势 说的过程中满是笑意 这时主持人突然发现男孩手臂上文了一个名字 然后就问男孩 这个是你女朋友的名字吗 男孩听到之后慌了一下 然后连忙用手捂住了 文身说 对 主持人说你一定超爱她的 那你对着镜头和她说一句话吧 男孩说 那 那我就来幸福快乐 有没有注意到故事里男孩的一个动作 主持人发现他文身的时候 他连忙用手捂住了 他得保护他 到最后都来保护他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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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